第二組 萱萱 是 哈孝遠的 老婆這個我知道了 對 現在也正在飛 對 我現在也在飛 但是最近是無薪假嗎 最近有在飛 但是其實飛的行點不多 一個月可能頂多飛個 一班兩班而已 妳最近有飛嗎 對啊 什麼 一定要 敢問一下 我怎麼會有問題 很可怕 不用怕 我老公都不怕了 對 他的抗體數比我們多很多 好不好 那林維拉有在飛嗎 有 也是現在飛 現在也是無薪假 無薪假 Iris 妳最怕碰到 飛機上什麼樣的客人 喝醉 騷擾 喝醉很難處理 還是 最怕碰到就是使用完廁所 然後就是 亂上一桶的客人 還會有亂上一桶 會一直噴啊這樣 亂流啊 對 有可能 亂流啊 他就在裡面就 那他沒有亂噴 是你飛機沒有飛好 就是打掃廁所 起來會比較辛苦 現役的請舉手 那兩個 不是廚藝啦 茉莉 茉莉這麼年輕 就不想飛了 為什麼 就是有一點 職業見待 然後就離開了 也是飛到會怕是不是 怕是還好 只是自己那時候 心情方面有點 就不太想做 所以你是飛了多久 才決定不做 我飛了兩年半 跟那亦凡差不多 一樣 對 你也是有 對 你心裡的感情哦 你是被劈腿嗎 就是 你劈他他劈你 那你到底 就會覺得 很沒有辦法穩定下來 那種感覺 了解 了解 收眼神 好 這個是第二組比賽對不對 加油了 好 第一題,請出題 有A跟B跟C A一個人選 Aris 因為我對 周杰倫、肖敬騰、林俊傑的MV 看過比較多 王力宏比較少 然後我在他們三個裡面 沒有看過有空姐相關的歌 有關空姐的歌 是 那我們來聽聽選 周立倫的萱萱 來,這 我按周立倫 我按錯了嗎 周杰倫 好耶 周立倫 我把你弄掉了 周立倫是誰 周杰倫 周杰倫 我剛剛想說我是不是按錯了 因為周杰倫有一首 嘻哈空姐 對 有嘻哈空姐嗎 有 這首歌 你好嘻哈哦 用 DVO為了KEND 你聽過周杰倫這首歌 對,我聽過 也是嘻哈空姐 對,嘻哈空姐 真的哦 答案就已經出來了 大家都聽過了 對啊 萬一沒有不是見鬼了 你們有聽過嘻哈空姐嗎 有啊 用 一掃裝在那邊 好 他們都是聽過周杰倫的歌 請公布正確解答 答案就是 C周杰倫的嘻哈空姐 2010年推出的 OK 好,OK 有三個人得分了 下面一題 請出題 請問 下面哪個機場 是全世界第一座 百分之百填海造陸而成的人工島機場 A 關西機場 B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 C 檀香山機場 D 澳門機場 地球人請回答 5 4 3 2 1 選C的很多啊 4票 又是A B跟C 沒有人D 所以澳門機場 大家肯定它不是人工機場 我想想澳門 澳門是嗎 是啊 是嗎 澳門不是嗎 你看到這海 你飛進去的時候 海的旁邊 它不是照出來怎麼走 可是它是說 填海的 對啊 填海造陸 這幾個槍應該都是吧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好像兩 三年前 日本海嘯 然後把整個關係這樣 全部都填平掉了 所以導致大阪的關係機場 都是關閉了 所以我就覺得 關係機場應該是百分之百的 填海造陸造成的機場 由A B C 有人選 澳門沒有人選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的 答案是 A 關係機場 學學好厲害 是全世界第一座 瓜哥剛剛說的沒有錯 第二座就是澳門 對嘛 可是澳門不是百分百 是百分百 它是第一座跟第二座 對 恭喜 這兩分了 薛瑞瑞,你一定肯定要晉級 對 現在是竹竹艾瑞斯 比較危險 對啊 來,第三題,請出題 請問 請問 飛機在飛行途中遇到有人過世 以下何者 浮視處理方法 浮視處理的方法 不是哦 不是哦 帶到空服員休息區 B 帶到無人座位或是頭等艙 C 放進廁所 B 把大體放在原位 用毛鏟蓋住 地球人請回答 這應該在訓練空姐的SOP過程當中 應該會有教到吧 一、二、二、三 可以了 四票選C 兩票選A 就是不是 帶到空服員休息區 不是這種處理方法 對 因為你們是空服員嘛 對 四票選C就覺得 帶到廁所不是合適當的處理方式 如果選A的表示廁所是可以的 無人座位頭等艙是可以的 對 把大體放在原位蓋上毛鏟 也是可以的 應該是這麼解釋嘛 對不對 萱萱 對 因為空服員休息區叫BUNK 在上面 行李箱的上面 那個上面BUNK在起飛降落的時候 是不可以有人員在上面的 至於廁所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緊急必要的話 你坐在裡面降落抓緊扶手 是OK的 被允許的 所以我覺得A 空服員休息區 是不能被放置有人過世 不能被放置在裡面 OK 妳也是答案一樣嗎 不是每一架飛機 都有空服員的休息區 所以我是這樣想 好 那至於說放進廁所 不被允許有四個人 林薇娜妳講 因為廁所裡面是沒有安全帶的 大體如果單獨放在廁所 在我們整個邏輯裡面 應該是靜止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讓放任大體 在廁所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 是 隨亂流波動 這是不太靜的 而且這個好像 被家人知道還得了 是 不得了了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什麼綁了 這個措施的話 那是很危險的 好 我想請問一下 有碰過的請起手 就是再過的 呆呆 就我同事有碰過 然後也是說 就是要放在空服員休息區 然後甚至我也遇過就是說 我們空服員休息區 好像某一架幾號的飛機 然後因為就曾經放過大體 所以空服員在裡面休息的時候 就曾經有過一些 就是 就很像有一些 所以妳會選什麼 我會選C 因為放進廁所的話 如果妳說放進廁所 感覺上第一個 對大體沒有禮貌 第二個我覺得 就像剛剛薇菈講的 妳放在裡面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把它固定住 那如果有亂流 等於大體就在裡面亂動 那其實我覺得 那對大體來說是一個 不尊重 對 不尊重 那妳放在 不管是放在休息區 或是放在那個位子 或是原來的位子 至少我們都有 那對於大體來說 我覺得還算是一種 尊重的表現 可是那我想請問一下 放在原來的位子 如果旁邊有坐人的話呢 這個人不會抗議嗎 可能就是要幫忙 但如果客滿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 因為確實有一些短航線的 就是一些小飛機 它是沒有空服員休息室的 那如果又是客滿的情況之下 也只能在原來的位子上 那我記得就是 其實在飛機上 其實還是有濕帶 對 因為雖然我已經退役十幾年 但我記得 對 所以應該是會把它 包裝得非常地完整之後 再用毛毯蓋起來 了解 我們現在探討的問題 不是運送大體 是它在飛機上 中途中過世 對 這種情形呆呆也碰過 你們飛機上 我也是我的同事有碰過 就照大家講的 就是我們的公司也有規定說 如果大體的話 就放在一個叫Body Bag 就是你們說的濕帶 對 然後就是 如果你們剛剛有考慮到 就是說如果放在一個座位上面 隔壁有人怎麼辦 我們通常會找一些員工的票 有一些人是買員工票的 他是折購的機票 那我們就找出來那些員工票的 那就不好意思了 就是我們就需要你協助一下 就是我們就要放一個大體 而且很奇怪 就是我遇過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就是我聽過是 只要廣播飛機上 那要為什麼嗎 對 就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只要真的有人生病 或者是真的一些狀況 然後只要廣播 飛機上一定有醫師在 不管是哪一顆 好喔 對 大家已經覺得選C的是對啦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的 答案就是 C 放進廁所 那剛剛NINA講的 不被允許的 對 剛剛NINA講的全部正確 其實就是一種 不太尊重的表現 那其他的選項都是對的 那兩位過關啊 林維拉跟萱萱 萱萱 你要... 三個 Molly 還有Molly啦 還有Molly 你們三位請晉級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地球人請回答 097 6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